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从全球政治到本地社会事件 再到教育领域的最新动态,应有尽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彭博社报道,中国经济活动面临复杂局面 房地产投资预计再次下降 这可能会阻碍北京保持GDP增长率在5%的努力 而在俄罗斯,普京赢得了第五个总统任期 这使他有能力升级乌克兰战争并挑战西方 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企业 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这对全球政治格局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转到澳大利亚的本地新闻 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在审查其机构 是否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方面进展缓慢 这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此外,城市生态学家达里尔·琼斯 分享了一些关于澳大利亚后院鸟类的有趣事实 挑战大家对这些鸟类的了解 而在体育新闻方面 NCAA男子篮球锦标赛的68支球队将在周日晚上公布 这对篮球迷来说无疑是一大盛事 最后,我们来看看教育领域的新闻 英国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些不属于著名的罗素集团的英国大学的毕业生薪水 比那些来自更具选择性的机构的毕业生更高 这表明,选择大学可能比考试的难度更重要 决定未来的收入 此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将聘请数百名以教学为重点的学者 这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议 认为这将产生两个层次的学者 重点放在教学而非研究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静音开始 彭博开放亚洲版 彭博社 中国1月和2月的经济活动可能是复杂的 预计房地产投资将再次下降 这可能会阻碍北京今年将GDP增长率保持在5%的努力 高级官员承诺增加财政支出 并支持电动汽车EV行业 弗拉基米尔·普京赢得了他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第五个任期 使他有能力升级乌克兰战争并挑战西方 唐纳德 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印度将从4月19日开始举行大选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人民党寻求第三个任期 中国的C世代在经济不确定性中将黄金作为安全投资 北领地政府承诺在2021年对系统性种族主义进行审查 第一份报告仍未最终完成 澳洲ABC 据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 该政府在审查其机构是否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方面进展缓慢 这项审查是原住民司法协议的一部分 旨在确定和消除在司法系统中 歧视原住民的政府机构和承包服务提供商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在做出承诺两年后 只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审查部分完成 对下一个待审查的部门还没有做出决定 政府发言人坚称审查进程并未停滞 鸟类问答 哪个物种最擅长辨认面孔 玫瑰鹦鹉是如何得名的 澳洲ABC 比城市生态学家达里尔·琼斯最近与萨拉·卡诺斯基进行了一次访谈 分享了一些关于澳大利亚后院鸟类的有趣事实 这篇文章挑战读者测试他们对这些鸟类的了解 看看他们是鸟类观察的专家还是业余爱好者 NCAA锦标赛种子排位 选择星期天终于到来了 华盛顿邮报 NCAA男子篮球锦标赛的68支球队将在周日晚上公布 今天下午值得关注的比赛 有耶鲁大学对布朗大学的长青藤联盟决赛 澳本大学对佛罗里达大学的东南联盟决赛 弗吉尼亚联盟决赛中弗吉尼亚联合大学对杜肯大学 美国运动联盟决赛中UAB对天普大学 以及大师联盟决赛中伊利诺伊大学对威斯康星大学 在种子影响方面 如果澳本大学获胜 他们有可能争取到三号种子的位置 而佛罗里达大学则有可能升至五号种子 在弗吉尼亚联盟决赛中 只有弗吉尼亚联合大学和杜肯大学中的一支有望进入比赛 他们可能会成为12号种子 在美国运动联盟决赛中 只有UAB和天普大学中的一支将进入比赛 如果他们获胜 UAB可能成为13或14号种子 而天普大学可能成为15号种子 最后 大师联盟决赛不太可能影响到比赛阵容 文章暗示 康涅迪格大学和普渡大学可能是前两个种子 而西墨西哥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 则没有太大希望晋级第一轮 文章还强调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在两年前 作为7号种子赢得大西洋沿岸联盟锦标赛时 可能会得到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类似的待遇 当时他们获得了11号种子 文章还暗示 长滩州立大学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圣彼得大学 俄勒冈大学和耶鲁大学有可能晋级 在种子方面 文章暗示 康涅迪格大学可能获得总冠军种子 普渡大学也可能是1号种子 在西区 文章暗示 北卡罗莱纳州可能是1号种子 而在中西区 文章暗示 普渡大学可能是1号种子 最后 在南区 文章暗示 休斯顿大学可能是1号种子 你可以通过C级成绩进入的程度 并且能够赚取与牛津大学毕业生相当的收入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教育部DFE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些不属于著名的罗素集团 Russell Group的英国大学的毕业生薪水 比那些来自更具选择性的机构的毕业生更高 例如 伯克贝克大学 University of Birkbeck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 在毕业5年后的中位数薪水为55,000英镑 与牛津大学 Oxford的毕业生相同 同样 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Angla Ruskin University的建筑学专业毕业生 在毕业5年后的平均薪水为49,300英镑 而剑桥大学 Timbridge的毕业生为36,900英镑 这些数据表明 选择大学可能比考试的难度更重要 决定未来的收入 海地是否濒临崩溃边缘 半岛电视台 海地目前面临危机 强大的帮派不断发动袭击 试图推翻政府 这导致食品和必需品短缺 联合国警告称 超过100万人兵民饥荒 此外 海地缺乏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 建立过渡性执政委员会的计划 引发了争议和争端 文章提出了外国介入 是否有助于或加剧了海地的不稳定的问题 节目嘉宾讨论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方案 和外国干预的角色 模糊可怕 当热浪袭击我的城市时 媒体淡化了气候变化的作用 澳洲 ABC 最近一项由莫纳什大学研究人员 进行的媒体报道 分析发现 在西澳大利亚WA的热浪报道中 提到气候变化的报道不到5% 分析还发现 关于热浪如何影响板球比赛的报道 比关于气候变化导致热浪的报道更多 环境医生协会副主席Richard Yin表示 媒体对热浪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缺乏认可 是模糊可怕的 Yin表示 缺乏报道未能传达一个变暖世界和热浪 带来的危险和挑战 由于气候变化 热浪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 但新闻媒体似乎不愿意向读者传达这一点 今年2月初 西澳大利亚经历了为期四天的热浪 气候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强调了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之间的联系 但每个新闻媒体都选择忽视了这份报告 该报告警告称 西澳大利亚的极端高温对健康的影响 但大多数报道都删除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内容 分析还发现 今年2月份在整个澳大利亚的热浪报道中 只有约9%提到了气候变化 珀斯特别是正在经历温度的显著增加 珀斯机场记录的夏季平均温度 自1910年以来增加了约3摄氏度 这种变暖趋势导致了更长、更热和更强烈的热浪 这座城市对于弱势居民来说变得难以居住 西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到2090年可能会变得不适宜居住 西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WACOS 正在研究珀斯的温度变化 并计划为居民建造公共凉爽空间 然而 极端高温带来的危险仍未得到充分解决 警方表示 失踪学生莱莉·斯特雷恩的银行卡在河边被发现 英国独立报 失踪的密苏里大学学生莱莉·斯特雷恩的银行卡 在内什维尔的坎伯兰河附近被找到 距离这位大四学生消失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22岁的斯特雷恩最后一次在内什维尔的一家酒吧被看到 当时他正在与他的兄弟会一起旅行 斯特雷恩离开酒吧后 他通过电话与朋友交谈 并告诉他们他会在Temple酒店与他们会面 这是他们的团队住宿的地方 然而 来自晚上9点45分的监控录像显示 这位大学生在走向酒店相反的方向时摇摇晃晃地捂着头 根据Fox时期的报道 斯特雷恩的手机在晚上10点到10点半之间 在公共广场公园附近的坎伯兰河附近发出了信号 这是他手机发送的最后一个信号 格雷格·阿伯特州长希望立法机构限制大规模购买住房的投资者 雅虎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 阿伯特呼吁州议员限制机构投资者在该州住房市场中的角色 此举是因为担心投资者竞标首次购房者并扭曲市场 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 德克萨斯州是2021年美国投资者购房比例最高的州 占所有销售的28% 然而 经济学家和住房专家对限制投资者活动 是否有利于首次购房者和改善住房市场表示质疑 据警方称 一名行人在萨克拉门托的Forson Boulevard上被车辆撞死 雅虎 周六晚上 在萨克拉门托的学院格伦社区 一名男子被一辆车撞死 警方已接管调查 并呼吁任何有信息的目击者站出来 为什么数百个新的大学教职岗位引发了争议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将聘请数百名以教学为重点的学者 以提高学生体验并在高等教育中更加重视教学 该大学将招聘150多名终身制学者 涵盖各个学科领域 从讲师到教授 然而 一些学者批评这一举措 认为新职位将会产生两个层次的学者 重点放在教学而非研究上 悉尼大学表示 新职位将为教学专家创造一条可行的职业道路 佛罗里达中锋迈卡 汉德洛根在东南联盟决赛初期 因腿部受伤被抬离球场 美联社 佛罗里达中锋迈卡 汉德洛根在东南联盟锦标赛决赛中 遭受严重的左腿下部受伤 汉德洛根在试图抢篮板时 左脚着地时摔倒了 电视上可以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 他的小腿后侧立刻可见血迹 训练师们赶紧前去照顾汉德洛根 比赛暂时继续进行 他被带上气囊石膏 放在单架上 然后送往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进行检查 对那些试图删除社交媒体帖子的政客 进行口头斗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 根据匿名内部人士的说法 多年来 美国的政治家一直试图影响 社交媒体巨头的内容审查决策 这种被称为口头斗争的做法 涉及政治家呼吁他们在科技公司的联系人 删除特定帖子或更改政策 现在 美国最高法院将首次界定这种做法的界限 这可能会重新塑造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这个案件名为Mercy v Missouri 涉及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 起诉拜登政府涉嫌非法审查 司法部以宪法允许使用权力宣讲台来保护公众的理由 为政府辩护 随着华尔街延续下跌 ASX有望回落 悉尼先驱晨报 华尔街结束了连续第二个下跌的交易周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6%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 科技股是华尔街的最大拖累 软件制造商Adobe的股价下跌了13.7% 因为其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疲软的收入预测 通信服务股也帮助推低了市场 Meta Platforms下跌了1.6% 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下跌了1.3% 股市的最新回调是因为交易员们审查了几份报告 显示尽管通胀整体上有所降温 但仍然顽固 Action News Jax的Don Lopez将主持市长的面具舞会 以支持UNCF和Edward Waters大学 雅虎 市长的化妆舞会是为了筹集资金 支持联合黑人学院基金会 投资更美好未来的活动 将于3月22日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举行 这个活动由市长唐纳、迪根和爱德华 沃特斯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A.扎卡里 费森主持 预计将吸引500名企业合作伙伴 教育工作者、宗教领袖和社区影响者参加 2018年 该活动为联合黑人学院基金会和其他大学 筹集了58.5万美元的奖学金和项目资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